买完单离开时 超市门口的报警气响了 工作人员拦下女子核对小票 发现女子漏扫了一份猪肉 查看监控后 一口咬定女子就是小偷 然而女子却告诉记者 她是被冤枉的 要求超市必须道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提起被超市当成小偷这件事 王女士觉得非常委屈 王女士告诉记者 事发当天 她在家附近的超市 买了一百多块钱的东西 结果因为收银员漏扫了 一袋三十多块的猪肉 超市就把她当成小偷 这让她有些无法接受 她说你就是特盗行为 小偷死定就要坑 我是小偷 我首先我很佩服 我说我没父亲 我父母买 我重新买二次当可以了 王女士告诉记者 她是在结完账离开时 超市门口的报警器突然响了 工作人员怀疑她有东西 没有扫码付款 把她拦了下来 我很配合他们 我说那你看一下 看一下我的小票吧 他说然后看一下 然后一发他说 哦肉没有扫到 肉没扫到 然后我说肉没扫到 我再买重新买二次当 然后那个服务员 那个服务员他说 就把我一车子 才退到那个办公室 那个监控室里面去了 王女士告诉记者 因为漏扫的商品是猪肉 她和超市鲜肉柜台的负责人 一起查看了收银台的监控 结果因为一个动作 鲜肉柜台的负责人 一口咬定她是小偷 这让她觉得很不服气 虽然王女士一直告诉记者 她是被冤枉的 但看完王女士提供的监控视频后 记者也理解超市 为什么会把王女士当成小偷 画面里 王女士推着购物车来到收银台 随后把东西拿上台面 给收银员扫码 期间 她把一袋东西 放到了收银台的角落 但在视频的最后 王女士左手拿起一袋东西 没有放上收银台 只是看了一眼 就放回购物车 接着右手拿起另外一袋东西 放上收银台 随后推着车 走到收银台的另一边 把扫过马的东西 放到了车子里 王女士没有放上收银台的东西 是猪肉 为什么要把这个肉拿上拿下 王女士告诉记者 她先是把没有称重的豆腐果子放到一边 后来看到肉是称重的 以为已经扫过马 就放回购物车了 她是因为赶着回家做饭 忙糊涂了 并不是故意漏掉猪肉 超市不应该把它当成小偷 必须向她道歉 然而鲜肉柜台的负责人王师傅 却不认可王女士的解释 在王师傅看来 王女士的动作明显就是偷盗行为 拿起来看了一下放在车子里面 这里菜直接装里面 直接走掉 走掉之后 马上在那里拦到了 你对于她这个动作 你是怎么怀疑的 偷盗行为 王女士见到王师傅不肯道歉 当场拨打了110报警 民警赶到现场后 十分无奈地告诉记者 王女士因为这件事 之前已经报过一次警 他们也组织过两次调解 结果都是不欢而散 民警建议王女士 如果坚持希望王师傅道歉 可以走法律途径 对于此事 你怎么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点赞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